你好我是Amazon 欢迎来到Good Talk 讲得好 谁讲得好呢 David A. Peoples 讲得好 他说成功简报要针对人际风格 David A. Peoples 是谁呢 他是一个教人presentation 简报的专家 他说有四种人际风格 分别是分析型Analytical 控制型Driver 平易型Amiable 和表达型Expressive 我是美国Disk性格测试导师 对于他所说的当然很有共鸣 认为他所说的和Disk性格分析的分类很接近 Disk性格测试是什么呢 不如我说几句 Disk这个理论是1920年 是的 100年前的 顺便讲讲 卡内基训练到1912年开始的 即108年的了 有用就可以了 孔子都离开现在 差不多2500年了 Disk这个理论是由美国的心理学家 马斯顿博士Dr. Marston提出的 他研究了古希腊的性格学说 去了解人类的行为模式 这个理论认为每一个人的性格 都由四种基本元素组成 D就是Dominance 支配型 即是控制型 I就是Inference I就是Inference 影响型 即是表达型 Expressive Steadiness 穩健型 即是平易型 Amiable Compliance 分析型 即是Analytical 我知道在网上可以找到很多免费的Disk问卷 有兴趣你也可以去找一下 了解一下自己 未曾说David A. Peoples的高件之前 不如我先补充一下 如何透过观察衣着 了解听众的人制风格 和他们的需要 分析型的衣着就比较脆和 就不会很突出的 分析型的需要就是正确无误 正确的资料是很重要的 控制型的衣着就配合到场合 商业味道很浓厚的 控制型很需要成绩 所以强调往绩是很重要的 平易型的衣着就比较时尚轻松 还有很有风格的 平易型很需要被人赞赏的 所以有啟发性是很重要的 表达型的衣着就比较正式和保守 表达型很需要别人特别注意到它 所以细心聆听很重要的 以下就是David A. Peoples的建议 对于分析型的听众就要讲慢一点 要用具体的事例 要用具体的事例 要用精确的数据和他们沟通 对于控制型的听众就要讲快一点 要用具体的事例 和说给对方听到如何达到目标 对于平易型的听众就要讲慢一点 要有互动 要有个人化的内容 对于表达型的听众就要讲快一点 就要令到他们看到 和令到他们感觉到感动 作为总结 当然听众不会只有一种 所以在演练的时候要随机应变 我的经验就是 假设四种风格的人都在场 但问答的时间 可以更加配合到个人的风格 因为一对一的事 Good talk 讲得好 我是Alison 你的演讲和简报教练 下次见